來看一下設定圖層1的圖層樣式的陰影 陰影的話在Photoshop的圖層裡面 它有分成兩種陰影 一個是 一般的陰影 一個是內陰影 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何去設定一個圖層的陰影 如果你要叫出圖層的陰影選項 請特別注意很簡單 直接在圖層的小圖式上方快點兩下 快點 點兩下就OK 它會出現有一個所謂的圖層樣式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 如何呼叫那個圖層樣式 請你在這個圖式上 快點左鍵兩下 而且要快速 不要停太久 它沒反應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陰影跟內陰影 你可以把它打開 這邊就有陰影出現 第二個方法就是按滑水右鍵 如果你不用左鍵 你要右鍵 一樣直接在 那個什麼 直接在那個小圖式上方按滑水右鍵 那它的選項是在這個叫混合選項裡面 OK所以你選擇這個混合選項 點一下 一樣會跳出它 所以兩個方法 你可以左鍵兩下 或按右鍵選擇 叫做混合選項 OK 那就會叫出所謂的那個 這個什麼圖層樣式出來 OK 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做設定的話 也非常簡單 就是第一個 主要是針對陰影 跟內陰影 兩個就做設定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到 陰影的話 這個陰影呢 它的效果好像是比較偏 那個光線是從這邊 這邊照過來 有沒有然後陰影在這邊 那陰影你還可以展開多少 比如說你可以展開10% 有沒有有沒有發現那個陰影有 好像太陽有點像偏那邊的感覺 另外的話這邊20 有沒有20好像又更多 如果再更多的話 100% 100% 有沒有 感覺好像這個就很明顯的 就可以讓你感覺好像這個光線照過來 這個展開部分比較重要 不過這一題他沒有講說到底要 做多少比例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調一下 我剛剛有試著調一下 大概至少10-15 大概就差不多了 OK 那可是呢 我大概看一下 就是做好的那個 他好像沒有那個 就是他有 這個有點像半透明 那可是這個好像就是 沒有那個半透明 他有點像 完成的那個好像比較是 沒有那個透明的狀態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那種 有點像 物理看花的感覺 不透明度的部分 如果你假設不透明 把它調小他就變沒有了 就透明掉了 如果你把它調成100%的話 那這個陰影會很明顯 所以陰影要不要很明顯 其實決定另外一個要素 就是可以從不透明去做調整 OK 所以浴室好像75 那我看應該就是100% 大概就這兩個地方調一下 這個 陰影打勾 然後把這邊大概展開的地方調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不透明度我覺得應該要調一下 100%大概就OK了 那另外的話呢 除了說他那個陰影除了有 這個 陰影效果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陰影叫內陰影 那什麼叫內陰影 你可以把陰影打勾取消 打勾內陰影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 內陰影實際上就上面的這個陰影 OK 那陰影的話就下面 所以有一個上一個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有沒有內陰影 內的話指的是裡面的這個陰影 然後 當然他有角度啦 這個我想你也可以自己試調一下 然後 不透明度一樣 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 那個完成的檔案 線條比較沒有那個透明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把它調100% 那至於要突出多少 我大概試一下 也是大概10 到15之間 一樣是用10 OK 那所以內外陰影 都把它加上去 OK 然後呢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會有 我們剛剛的這個效果出現 不過現在最大的差別是 好像又太多了一點 所以這個 透明度部分我看一下 是不是還是 讓他不要100% 大概就差不多80% 不然的話顏色好像真的太深了 這個可能自己再調一下吧 大概是這樣 按確定 好 那這個部分的陰影部分效果就完成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要調整的話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還有什麼 光韻 光韻還有內外光韻 你可以把它打勾 然後自己再去調一下光韻 如果因為 它配合光線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 像什麼 筆畫 筆畫 筆畫好像其實也有點像是陰影 但是它其實筆畫比較像描邊 把這個邊緣把它描出來 因為描過之後 筆畫感覺就會 比較像卡通人物的感覺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你的 或者一個人像 變成卡通化 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圖成樣式裡面用筆畫最快 那筆畫當然其他選項你也可以再調整 比如說它的外面顏色 你也可以調整別的顏色 不一定是黑的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別的顏色 讓它這個 這個顏色部分可以再調一下 調整不同顏色 OK然後 等等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它的尺寸 這個尺寸 苗邊你要那個 邊緣多大 不過這個描邊感覺好像就是待會我們用 字不是會有描邊的效果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 另外顏色覆蓋 還有漸層覆蓋 等等的這些一堆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去玩玩看 所以你會發現光 塗成樣式 就可以變化出 非常多的效果 OK按確定 好 那這個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123 待會再來看 那個第四的部分 他說什麼 要把PSD02-1 然後他說什麼 要把它放在剛剛那一張 其實就是哪一張圖 就是 那個 背景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張圖跟這個完成 最大的差別 是背後這張圖 背後這張圖 實際上就是這一張 可是你說這一張好像跟 跟他 這張差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有這個 好像是放射狀的輻射 讓他繞圈圈 把這張圖 繞圈圈之後 把它改變 那所以我們會需要 第一個 把這張圖打開 那第二個做什麼 他說要什麼 套用 放射狀輻射的濾氣 所以 怎麼樣做比較快 比較正確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放射狀 它這個 放射狀模糊 放射狀模糊 它有關鍵字 放射狀的模糊 所以你如果假設是模糊的話 你就要想到 它應該是在哪個類別裡面 應該在模糊裡面 所以看一下 有沒有模糊裡面 模糊 有模糊的 那裡面有沒有放射狀模糊 有 所以 你會發現 它的濾鏡 真的很難找 你照顧用ABCD讓我找 像以Sale裡面 插入函數 還可以用ABCD 那這個就沒有 它沒有ABCD 所以有時候說要找濾鏡 如果你不常用濾鏡 常常找半天 那不過還好 模糊裡面 它有這麼多模糊的效果 其中有一個叫 放射狀模糊 那放射狀模糊的話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它那個效果 理論上應該是哪一種 旋轉 說放 我覺得應該猜 它應該是猜旋轉 那品質的話 有這麼多 你可以試試看 那總量多少的話 有沒有 這不是可以 所以我理論 我猜應該是 旋轉 而且旋轉的 總量應該是最多 那品質用加好 按確定看看 大概差不多了 切過來看看 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OK 所以猜 Ctrl 真以下 所以如果 假如你要 我剛剛是濾鏡裡面的模糊 然後是放射狀模糊 那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別的啦 比如說像縮放 你看縮放 縮放好像又有另外一個感覺 OK 其他就是說那個數字的多寡 也可以造就出不同的效果出來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在花時間 試試 其實只是花時間而已啦 這個數量多少 你也可以 自己調一下 我覺得說放 如果中間放一個人像 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人擺在中間 你會發現 他有那個視覺 會集中在那個中間的感覺 所以你們其實喔 如果假設 你要做那種 人像 凸顯的效果 其實也可以 試試看這個 OK啊 所以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濾鏡 那個 模糊 放射狀模糊 旋轉 這個把它拉到最大 按確定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圖層按右鍵 複製這個圖層到哪裡 到這邊來 這個叫 PSD02 那其實如果你要把這個圖層 放到這邊來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 直接在這邊按右鍵複製 複製到哪裡 它會出現有一個 這個本身的拷貝 然後到這邊你就選一下 目的的話是什麼 PSD02.PSD PSD02 這個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那他就會把這個圖層 複製到這邊來 有沒有 不過你說是不對啊 怎麼會直接把剛剛的圖蓋掉 應該可以理解吧 你就把這個圖層按住不要放 往下 放到背景的上方 這樣就OK了 這方法一啦 你說老師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啦 之前還有講過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圖層Ctrl A Ctrl A就全選 Ctrl C的話就複製 Ctrl V的話就貼上 所以你可以再貼上 直接貼 而且直接貼的話 它就直接放哪裡 放在第二格 Ctrl Z Ctrl Z 因為我把 游標放背景上 所以我貼的時候 它很聰明 它會自動幫我把它貼到 這個 背景圖層的上方 OK 這樣就還蠻OK的 所以兩個方法 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它 放射狀模糊 做完之後 按右鍵 複製圖層 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 是Ctrl A C C Ctrl V 好像 我比較習慣用那個 Ctrl A C 因為這個複製圖有時候 沒有那麼直覺 但是Ctrl A的話有個缺點 就是它會多一個選取區 所以如果你要取消掉的話 按右鍵 可以把它取消 或者選取這邊也有取消 我只要按右鍵 取消掉 好的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